云端玩家在林茵城遭受了极沉重的打击 纵横四海的玩家虽然死了不能重来 但佣兵团的玩家就是死了还要来的 当中虽有部分觉得无力可图退出的佣兵团 但会做出这一步的也不是什么大佣兵团 像黑手佣兵团这样的百人团就还在 如此虽然已经不再有千人大队的风采 总人数却还是达到五级行会规模的 这么大的一团人突然一起要来这酒摊休闲一下 可把所有的生意人都乐疯了 但问题是一时间根本没有这么多足够的座位 在大堆人老板有没有位置的呼喊声中 所有的摆摊人都泪流满面 就到嘴边的肥肉却吃不进 这太痛苦了 好在云端城玩家已经是准备上路了 也就是懒得离开码头在这稍作片刻 也不怎么讲究 比如顾飞和韩家公子这张桌 本是当单人桌的 此时围了足足八人 桌上酒杯摆得像是开连环会一样 不断的有人因拿座杯子遭到斥责 这已经算是好的了 起码有板凳座 有桌子搁杯子 更多的云端玩家是直接坐在沙滩上 拿了酒杯碰在手里 临水城的生意人一看这些家伙 居然并不介意没有座位 自然很是欢欣心鼓舞 痛快地送上酒水 致以歉意 并附上了部分折扣 一时间也是其乐融融 顾飞他们这桌 除了顾飞他们公子精英团六人 硬挤进来的是无始之箭和风行二人 顾飞真是有些正儿和尚 摸不着头脑了 这无始之箭咋突然就这么喜欢往他们堆里扎呢 顾飞在拥兵频道里提出这个疑问 韩家公子音音一笑 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教过你了吗 麻痹的 顾飞心中暗骂了一句 迅速把频道关闭了 只是桌面上韩家公子和无始之箭 这双方首脑已经开始会谈了 怎么样 昨天和剑南忧一起发现什么了吗 韩家公子问道 剑南忧 吴小强之一 在这临水城吗 顾飞惊问 所有人神情古怪的望向他 你们认识 顾飞继续问 呃 他是我一个朋友 又哥说 伸手怎么样 顾飞问又哥 不是你对手 又哥说 没试过怎么会知道呢 顾飞眼里啊 金光四射 试过了 又哥点头说 你昨晚不是刷过一个通缉任务吗 和卫兵一起合作收拾的那个人就是他 顾飞开始发争 他当然不会这么快 就忘记这么一号人物 只是 事情这么凑巧 让他有些惊讶 这边韩家公子已经不再理会他了 继续问着无始之箭方才那个问题 无始之箭表现得兴奋极了 一边乐一边道 韩家兄弟 这次又是多亏的你提出去见见这大人物的建议了 昨晚建南忧出来后 我就立刻联系了他 然后他带着我去这边的通缉任务处一打听 果然的 狗日的系统又在临水城派了双向任务 不过咱这次走运啊 迁走这任务的是个三级小行会 后来建南忧带着我一道去拜访 讲面子两刀子最后对方干脆利落的放弃了任务 嘿嘿嘿 哎呀太够运了 这样啊 那么不会再有这任务发出来了吧 又哥问 不会啊 那哥们放弃任务后 我立刻就去接任务处看了 没有再刷出来 后来还和几个兄弟轮流钉 绝对没有 无始之见满意的道 这么说临水城这一关这么简单就过了 大家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了 哎 当然了 无始之见一边说着一边抬腿 踹了身边某人一脚 领着这家伙练一下五级 不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吗 嘿嘿嘿 无始之见这一道志得意满的时候啊 那点令人厌恶的气派就又显出来了 六人都没理会他 一瞅他脚踹后 却毫无反应的那家伙 竟然是托德 够大胆的呀 就这么一直带着他练急呢 又哥说 哎呀 开始我也就是想试试 结果越是越安全呢 足以证明临水城这趟 是再没什么悬念了 无始之见说着 而且越说越带劲 其实啊 对方领的任务啊 就是个普通三级行会 和临阴城水深率领的那绝对没得比 只要想为难我们 他们也不够实力啊 既然有人领了任务 为什么昨天我们到达这里时 一点事情都没有发生呢 又哥表示奇怪 这多亏了这地方的特殊环境 韩家公子说 我们乘系统的客船过来 对方就算有系统提示的情报 水面之上 他们又有什么能力 来拦截系统的大船呢 码头这边 你们也看到了 想在这里打群架 就是死路一条 这里是临水城 最强实力笼罩的地方 再然后 就这点路就进城了 转个身就是地牢 那进 实在是进 他们哪有下手的机会呀 哎呀 韩家兄弟分析的是 无始之见 满口称赞 夸完了 看了下时间皱眉道 开船时间好像快到了 说完回头 望向通往城门的大道 眉头立刻又舒展开来 那些个云端城逗留城中的 玩家 此时已经陆续赶来了 兄弟们 时间差不多了 无始之见 非常猛烈的起身 气势灰红的喊道 席地而坐的 云端城玩家 听到喊声 纷纷起立 在周围 无数陌生目光的注视下 无始之见 觉得真是爽呆了 很想再讲两句 只是接下来 只是上个船而已 实在不需要什么 重大动员 一时间也没组织出 什么语言 最后只是吼了一声 干了杯中酒 大家准备上船 所有人举了杯子 一饮而尽 转身朝着码头 驳位走去 至于该是哪个驳位 早就已经打听清楚 通知到每一个人了 就这么走了 还不到七点呢 顾飞说 没办法 这地啊 特殊嘛 船不等人呢 又搁拍拍他 这船是在玩家 离开临水城的 早已经停靠在岸 上面似乎 根本没什么乘客 这并不奇怪 平行世界各主城之间的玩家 本来就是很少走动的 所以这百度据船的生意 绝不能和 开往练级区的相比 玩家排着长队 向码头的NPV交了费用后 陆续上了船 顾飞上来后 先扫了眼瞭望台和驾驶室 发现都是由NPV直接担刚的 而云端城的这帮子玩家 也不知来这后坐过几次船 显得非常熟门熟路 上来船后 已经立刻三五成群 拉帮结派的各地 划分了地盘 喝酒的喝酒 闲聊的闲聊 玩牌的玩牌 有的人还打包带了烤鱼 顾飞这倒是第一次 一想昨天和自己同行的喜小天 和茫茫的茫茫 也应该是第一次 下一世的在人群中寻找了一下 为国 人实在是太多了 想从中这么明确找出俩人 可不容易 顾飞唯一确认的就是 这二人是在下的 那么也应该是在船上了 又看了一圈 还是没有 顾飞也懒得发什么消息询问 随便找了个地方后 就也就地坐下了 如此 所有人上了船后 又停了约末不到十分钟 这船开始缓缓离岸了 顾飞听到 那边无视之见 又开始吹嘘 嘿嘿嘿 怎么样 计算刚刚好的 没怎么耽误大家时间吧 无视之见 吹嘘的对象 正是他心仪的拥兵团长顾小商 你安静点行不行 顾小商一边说着 一边一脸黑线的 把头扭到了一边 无视之见 立刻安静下来 一下子 就从牛逼哄哄的大行会长 变成了云云众生中的一小弟 顾飞忍不住笑了笑 这是临水城金黄的沙滩上 有一人被背盾牌 腰胯长剑 双手抱在胸前 静静地望着这艘巨船 缓缓离开了码头 湛蓝的海水 不住地拍打到他的脚面 他也丝毫不觉 在他的身后 热闹的酒摊上 倒是时不时有人对着他指指点点 大难 这时几个玩家也跑来岸边 对着此人叫道 剑南忧转过身来 身后是六名玩家 是他同伴中最为精英的六人了 身为已经确认了吗 一人问道 是食品法师 剑南忧回答 身上装备呢 一人问 如情报所说的一样 鉴定不出 剑南忧说 高级装备 肯定是 难怪会开出这么高的赏金 但是 由一人犹豫到 他是你朋友的朋友 朋友是朋友 生意是生意 剑南忧淡淡地道 那我们为什么 不就在临水城动手 一人说 疯了吗 没看到他们有多少人 剑南忧说 那怎么办 坐下一班船 跟着他们去下一站 剑南忧说 那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无论他们的任务 是完成还是失败 都是他们一伙人 散伙的时候 最后一站了 你怎么知道 你和他们队里的线人 联系到了 一人问 剑南忧点了点头 什么时候 昨晚 大概的情况 我都已经了解过了 剑南忧说 所以说 视频法师的动向 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掌握 没错 但是在等下班船 去的会不会有些迟了 既然是最后一关了 他们可以 一下成就去完成任务 已经不必等到明天了吧 剑南忧却笑了笑 放心 最后一关的任务 哪有这么容易完成 就 revise出帮了 一黄班杨 从家有 Jump